8号上午男头一名21岁的机车骑士 撞上了停在路旁的白色特斯拉电动车 骑士事后颇文说这个车辆违规停车在先 要车主到警察局说清楚 但是呢警方一查发现这个骑士根本没有驾照 无照上路得负起相关的刑责 碰的一身机车撞上路旁的特斯拉 女骑士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救护车以及警方紧急抵达现场 所幸有惊无险 女骑士只有擦错伤 不过女骑士还是气得一度在脸书社团发文 指出特斯拉围停要车主到警局面对 但经过交通的一查 发现女骑士也同样违规 竟是无照上路也得挨罚 女骑士受伤送医 亲严谨到场处理后 发现机车驾驶未领友驾照 自小客违规临停 均一规定举发 事发在南投南钢路 围停可开罚300到600 但无照上路代价更高 可罚6000到9000 念在两人都是出犯 依最低开罚 但结论千万别心存侥幸 违规上路 罚钱是小 要是受伤甚至害命 得不偿失 记者 孙如晨 南投报道